水冬流木漏齐芒,双手掐绝,仰天嘶吼。 轰的一声,南天星颤抖,此星本已快要崩溃,此刻在这轰鸣中彻底的碎裂开来。 巨响滔天,四分五裂,向着四周扩散时可以看到,在南天星内此刻有十万黑色的光带着嘶吼,带着残忍,带着嗜血,齐齐冲出,如同是打开了牢笼,释放出了天地大胸。 这十万光是十万身影,是十万魔头,是被南天星镇压的曾经的至尊仙界浩劫中被擒祸且抹去意识,让他们变成只懂杀戮的战俘。 此刻这十万大修嘶吼冲出,一个个红着眼,原本没有秩序,可在山海意志下被强行的散开,杀向异族大军。 还有一部分杀向星空尽头,直奔仙神大陆。 没有结束,四分五裂的南天星这些十万魔头之后,在那一片漆黑中,突然的出现了一只蝴蝶。 飞出了一只蝴蝶,这蝴蝶开始还不大,可眨眼间就疯狂的膨胀起来,越来越大。 到了最后,堪比一颗星辰,而似乎这依旧不是他的极限。 这蝴蝶出现的瞬间,一族大军轰鸣,八元中年男子无法置信,道方道西口气,睁大了眼。 心神如有天雷滚滚,而真正震惊的则是仙神大陆,此刻骑上所有强者。 都在看到那蝴蝶的则那,双眼收索。 魔蝶?魔戒世界蝶? 当年魔戒来临,曾被灭去一只世界蝶,没想到居然没有死亡,而是被镇压,被抹去了意识,成为了仙界之物。 他们,他们要以着世界蝶为家,要以它冲出战场,这不可能,魔戒的世界蝶关乎极大,一共只有那么几只,即便是被仙界占据了,也很难去操控啊。 你们仔细看,那是一只死蝶。 无数声音立刻传出,这一刻,水冬流的计划已经可以被人猜到,他正是要以这世界蝶为新的山海界,冲入通道,离开战场。 若他真的成功,那么山海界这场战争已没有了胜负,他给整个山海界再次争取到了无限的时间去发展,去繁衍。 而这蝴蝶也的确如一些人看出的那样,它是一只死亡的蝴蝶。 它的双目闭合,它的身躯没有丝毫的升级,已然死亡。 唯独它的翅膀有生机弥满,正在挥动。 在南天星四分五裂时,孟浩以大袖一甩,带着所有人飞出了南天星,站在了星空中。 他看着南天星碎灭,脸上又浮现出哭与笑的神情。 他还看到了那十万摸头的冲出,直至看到了那只蝴蝶。 在看到这蝴蝶的刹那,孟浩的心突然轰鸣,他的笑声没了,他的哭声散了。 他甚至就连他目中的鸿芒也都急速地闪烁着。 他感受到了这蝴蝶身上有两股熟悉的气息,那种熟悉,他这一生都无法忘记。 那是,孟浩身体颤抖的同时,一旁的蝴蝶也睁大了眼,正正地看着蝴蝶,身体一样颤抖。 爹、娘。 孟浩直勾勾地看着那蝴蝶,这一刻,他清晰地在那蝴蝶的左侧翅膀上感受到了父亲方秀峰的气息,在那蝴蝶的右侧翅膀上感受到了母亲的生机。 他的父母,如水冬流之前所说,没有死亡,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心生,成为了这只蝴蝶的翅膀。 每一次飞舞都是这对道旅的相互拥抱。 隐隐地孟浩似乎看到了爹娘的身影,在拥抱时回头看向自己与方秀,神色内带着慈祥更有柔和,脸上露出微笑,那笑容让孟浩的眼中流下了泪水。 他无比地确定,那正是自己的爹娘的气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水冬流的声音又一次传出。 山海秀,归我山海蝶中,从此之后,房间一脉,是山海守护。 水冬流声音回荡的刹那,那只蝴蝶的翅膀分开,一股磅礴的犀利刹那间出现,笼罩在了所有山海修士的身影。 这些山海修士瞬间就被一股大力拉动,从四周八方刹那间直奔蝴蝶而来,眨眼的功夫就消失在了蝴蝶的翅膀内。 出现时,他们赫然在了一片新的世界,那里将是新的仙剑。 孟昊身边的所有人,许青,师尊,小胖子,方瑜,孙海,还有靠山老祖,都在这一刻被吸入到了蝴蝶中,出现在了那新的世界里。 即便是孟昊也在这一瞬靠近了蝴蝶,他没有踏入进去,而是在这蝴蝶的四周去守护,去保护他的亲人,他的朋友,他们方家的世界。 随着这只蝴蝶以极快的速度直奔星空的通道而去,水东流,海梦,地藏,至尊傀儡,还有那些所有的山海底蕴,都在这一刻环绕蝴蝶的四周一起守护,一起冲向通道。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异族大军嘶吼,想要去阻止,八元至尊中年男子迈步追去。 道方右手抬起,棍子出现,争鸣而去。 而就在他们要靠近的瞬间,孟昊忽然转头,舔着嘴唇,看向这二位。 立刻中年男子的脚步一顿,就连道方也都刹那停顿了一下。 星空的尽头,仙神大陆轰鸣再次降临下来。 这一次降临的是小半个大陆,更有数个太阳,呼啸间其内有身影脉部,直奔蝴蝶。 还有更多的仙神大陆的强者,全部冲出,数量之多无边无际,阻挡蝴蝶。 他们不能允许在这种情况下,让山海界翻盘,让山海界逃出。 就在这时,水冬刘大秀一甩,目中露出一抹执着。 生死,就看这一次。 他低吼时,山海界八片海内,同时有意志散出。 那是海的灵,与九支玄规配合,气势让天地颤抖,配合九座山,配合山海界的意志, 似乎要去组成一个大阵。 山海大阵。 这大战滔天而起,所有山海界的底蕴在这一刻全部疯狂,阻挡四周来临的修饰,守护蝴蝶冲向通道。 刹那间,双方就立刻接触,顿时轰鸣滔天,杀戮无尽。 来自于仙神大陆的强者,带着一股毁灭天地的力量,冲杀而来,与山海界的底蕴爆发出惊天之势。 紧接着,在那碎裂的南天星上,有一个沙哑的笑声轰轰而起。 随着笑声回荡的是一片无尽的火海,从那漆黑中爆发冲向星空。 火海内有一个巨大的面孔。 这面孔梦好陌生,可这面孔的眼睛梦好熟悉。 正是那被镇压在南天星地底的神火本源。 道方,你不得好死。 这巨大的面孔在脱困的瞬间发出凄厉之后,卷动全部神火,轰鸣间向着道方直接杀去。 山海大阵轰鸣,无数意志凝聚的阵法形成了无数的丝线,将所有仕途冲入进来的一族以及仙神大陆的修士全部灭杀。 这一刻山海界随着蝴蝶一起移动,大战在外,阵法中是孟好在内的所有强者还有山海的底蕴,最中心则是那只蝴蝶。 集合整个山海界的全部力量,去保护这只蝴蝶冲向通道,此刻距离通道是越来越近。 可真正的凶险也正是在这一瞬爆发。 一族大军以部族为道,在水冬流的残酷计划下,一族大军看似之前占据了优势,可实际上消耗的是山海修的生命,非山海多年来的底蕴。 虽然残酷,可水冬流的计划本就是可以牺牲所有人,此刻他们根本就连山海界的阵法都无法穿透,靠近就会形神俱灭。 而真正的危机,或者说是让水冬流不得不眼看众人牺牲将所有底蕴凝聚在这一刻爆发的,是仙神大陆。 轰鸣间,有四轮太阳带着无上威压,轰鸣而来。 这四轮太阳内,有四道身影,每一个身影都爆发出八元至尊之力,强悍无比,轰杀而来。 在这四人身后,更有无穷仙神大陆的修饰展开山海界众人不曾见过的神通,带着无上至高的威厌杀气腾腾。 眨眼间,彼此就立刻碰触,山海大阵震动,全面运转。 山海意志之力崛起,不断的抵抗中阵法扭曲,不时崩溃,又急速的愈合。 一路护送蝴蝶距,距离那通道,越来越近。 在这阵法的威严下,强如八元至尊也都无法短时间将其轰开。 连同一族的那位中年男子,这五位八元至尊都被阻挡在外。 眼看已要靠近,一声冷横,漠然间从仙神大陆上传出。 随着声音出现的是一个女子。 这女子绝美,可却冷漠至极。 她穿着一套紫色的长裙,迈不走出时身边跟着一个青年。 这青年神色内有些复杂,看着山海界,沉默不语。 而那女子则是在走出的刹那,右手抬起,向着山海界的阵法,骤然一暗。 一暗之下,这女子的面色微微红润,可却有一股大力无形出现。 轰鸣间,散发出一股让星空颤抖,让所有修士脑海轰鸣,让八元至尊都敬畏的气息。 那是九元,九元至尊。 巨响滔天,仅仅是一击,立刻让山海界的阵法就轰的一声直接崩溃开来。 或许这阵法原本不会这么就被灭去,可毕竟少了一片海。 少的这片海,如水东流也没有预料到,也来不及去弥补。 原本在她的计划里,阵法可以坚持到蝴蝶进入通道的,亦或者更近一些。 此刻,她能做到,是让这阵法的崩溃有价值一些。 几乎在崩溃的刹那,这阵法传出了反噬之力。 山海风! 水东流,仰天嘶吼。 几乎在她话语传出的瞬间,这崩溃的山海界阵法,突然间降临在了那女子的四周,形成了封印。 这封印让那女子皱起眉头,几乎在她皱眉的刹那,一个带着沧桑之意的冷横,从仙神大路上传出。 与此同时,一个苍老的身影,迈步走出。 这是一个老者,白袍白眉,可却没有头发,样子威严,手中拿着一团念珠。 走出时,她的墓中似蕴含了无限苍茫。 迈步间刹那而来直奔仙神大路。 与此同时,随着山海阵法的崩溃,外面的五位八元至尊同时杀入进去。 还有他们身后的众多强者修士,也都杀入。 你们,走不掉。 几乎在这些人杀来的刹那,那从棺果内走出被称为仙谷道人的老者,他的身上没有升级,只有死气。 似乎此刻的他只是一具尸体而已。 他的墓中混浊,可在这一瞬却又精芒一闪。 迈步间竟不理会那些八元至尊直奔来临的仙神大路的白袍老者而去。 二人刹那就站在了一起,轰鸣惊天动地。 与此同时,那位三眼神族大吼中冲杀而去,直接拦截了一位八元至尊,死战阻挡对方靠近蝴蝶。 梦浩这里眼中妖艺之芒一闪,迈步间一样冲出。 他的笑声没有,他的哭声也被隐藏,只是那墓中的红还有身上散出的气息惊天而起,杀了过去。 所过之处轰鸣滔天,他舔着嘴唇,他的杀意,他的吞噬之心此刻更强。 这一瞬才是山海界真正的关乎存亡的刹那。 战场齐鸣,十亿飞剑呼啸成为了剑语,还有数十万的曾经的主宰,还有那轮回河,还有那十万魔头的疯狂,在这蝴蝶外与仙神大路骤然开战。 孟昊眼中红光一闪,直接杀向一位八元至尊。 在靠近后,气息立变,成为凶兽般,不顾生死,那八元至尊身为仙神大路的太阳,地位尊高,可却从没有遇到如孟昊这样的修士。 一时不察,被孟昊这里生生地撕下了血肉,怒火掏天,正要出手迎接他的,是霸气惊天的杀神一拳。 海梦至尊这一刻笑了起来,在那笑声中,他眼中露出寒芒,没有任何迟疑,直接燃烧了所剩不多的寿源,换来更强的修为之力,迈步走出。 大战在这一刹那,骤然展开,远处更多的仙神大路的修士正呼啸临近。 水东流低吼一声,袖子飞舞时,将余下的八元至尊凭着一人之力全部抵抗,守护蝴蝶,使得那蝴蝶以极快的速度直奔通道,越来越近。